楊日松生病期間並沒有停止驗屍的工作 和以往一樣他還是不戴口罩、不戴手套 楊日松的理由是做這個工作就不要怕臭 而且不戴口罩是對死者的一種尊重 而上過他的課學生都知道 楊日松非常注重命案現場的氣味 但也有法醫解釋人的嗅覺特別容易麻痺 其實戴不戴口罩沒什麼差別 各位要曉得 屍體會有失變 還會失臟 經常我們看到那個屍體一解剖的時候 氣體從裡面冒出來的時候 那跟瓦斯一樣 很錯很錯 瓦斯有時候還無味 他還要站在旁邊 第一的去做檢視 去做觸摸 這個不是常人所能夠接受的 那博士不戴口罩 我覺得博士不戴口罩有他的道理 他在聞失臭的過程當中 也是一個判斷的基準 甚至要聞其他的相關味道 作為其他的生物基的一個判別 這個嗅覺就說很容易疲勞 嗅覺是最容易疲勞的 兩分鐘以後 它疲勞了那個嗅覺 它無形狀就失去效用了 便便的味道就沒那麼濃 那麼重 這個是在比較傳統 或者說在那個年代裡面 他們對死者的一個 亡者的一個敬重 當然在現代裡面 我們一定是全副武裝 因為現代比較著重 說一個保護自己的安全 同時也擔心有一些污染等等 這些問題 所以有時候在想法上不一樣 可是現在慢慢慢慢的 主任也會接受新的觀念 楊日中驗屍 還有一項令人嘖嘖稱奇的 就是他會用手指沾濕水 放進嘴巴裡腸味道 甚至解剖胃部 他也要嘗嘗胃裡面的殘留物 有沒有毒 工作上的接觸呢 這個 第一個印象最深的就是 我在屏東的時候 當隊長 那麼 有一件這個命案呢 是 已經死了三個月 都埋葬了 但是呢 檢察官呢 這個主張 要這個重新 挖起來 開關呢 這個驗屍 我們想想得到 它這個屍體的這個狀況呢 是怎麼樣的 那是 挖起來以後 那一陣子 哇 那個很難說 非常非常是臭啊 我這個很仔細的這個看啊 那麼它 它就用這個指頭呢 去沾屍體上的這些這些這個液體啊 然後呢 放在嘴巴 填一填 我就覺得奇怪 它做這個動作是幹什麼 這個戴口罩呢 對死者呢 是不禮貌的 所以再怎麼樣呢 它都不會這個戴口罩 那麼填這個實意的這個目的呢 就是看看 是不是因為這個有下毒 被下毒呢 死亡呢 不過楊日松身邊的見識人員 卻有不同的看法 好厲害啊 是 其實它好像用不同的指頭 是不是 對了 它這個是沾一下 但事實上藏的是藏這隻 那另外一個 所以它是一個小幽默 是 如果你現在來講的話 就像個魔術一樣 它真的會去沾來嘗嘗看嗎 這個是不能說的秘密 不能說的秘密 有它的幽默在裡面 對對對 到底有沒有放進嘴裡藏 奇妙的是 楊日松自始至終沒有澄清過 江子退分屍案之後相隔13年 1990年發生了震撼台日兩國的井口真理子命案 一位花樣年華的日本女大學生 滋生到台灣自助旅遊 卻遭分屍 客死異鄉 死狀之慘 只剩下一堆白骨 連頭顱都找不到 這起跨國命案也使得台日兩國的關係漸去緊張 台灣更是被國際列為旅遊危險地區 對觀光業造成嚴重的衝擊 因此對警方來講 這起案件是非迫不可 我們這個壓力非常非常是大 雖然後來我們破了 就根據這個劉學強 兇手劉學強的供訴 我們挖到這個屍體 第一個就是請楊波士來品湊 那麼他品湊的結果 我們的屍體的骨骸 大概有135塊 那麼就是插這個頭部 沒有這個頭顱 沒有想到半夜劉學強伸出了魔爪 企圖強暴他 真離子抵死不從 竟然遭到劉學強用十字弓殺害 劉學強隨後把真離子分屍 再到台南一塊空地埋在大樹下 至於頭顱 則順手丟進了垃圾車 劉學強殺人之後 總覺得金口真離子的冤魂纏著他 他在計程車上貼滿了符咒 還是無法心安 逃亡了將近一年 劉學強終於向家人坦白 自己殺了一個日本女孩 金口的這個媽媽 她很難接受 當然這個是很難接受 她好像是她的這個毒女 因為她跟她這個先生 已經離婚了 那麼所有的希望呢 都在她的女兒 都在生理子的這個身上 這個生理子呢 這個這個 變成一具這個骨骸 而且又沒這個頭顱 她當然 這個很難接受 決定的 私がこの目的確認した 所持品、カメラとか 腕時計、パスポート 然後 如果她出現 如果她出現 這就是マリコ的 辣子的 這就是マリコ的 辣子的 辣子的 進她這個鑑定的 這個結果呢 這個是同一個人的 而且是女生 還沒有生產 那麼這個身高呢 都符合 真理子的 借這個這個身高 這時法醫楊日松又再度 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 即便找不到頭 楊日松還是鑑定出 這具白骨的身分就是 井口真理子 劉學強呢 他曾經講說 他要強暴他的 強暴他不成 那就拿了他的這個開山刀呢 砍了他的 右肩膀啊 或者是左肩膀 這個位置呢 我忘記了 那麼有砍傷 批了一刀 那麼這個正好 這個屍體上的 有送來一個被砍到的 這個痕跡 所以這就證明呢 這個劉學強所講的 跟這個這個屍體 傷 這個這個 骨骸上的 這個 這些傷口的位置呢 是吻合 而且他一看呢 就曉得 當初劉學強被逮的時候 還一度不肯承認殺人 就是靠肩膀上這一道刀痕 讓劉學強擺一口莫辯 楊日松與見識人員還發現 劉學強家中的牆壁 有清潔劑刷洗血跡 所留下的化學痕跡 而且真理子失蹤的那個月 劉學強家的自來水 比平常多用了五度 還有鄰居說 劉學強在後院燒東西 證據一一攤開 劉學強也不得不承認 人真的是他殺的 張明鳳與井口真理子 在楊日松法醫檔案裡頭 都佔有極重要的位置 除了此類 但一人的命案之外 楊日松也參與過 不少慘絕人寰的滅門血案 同樣的 楊日松還是以他一貫的態度 來解讀每一具屍體想要說的話 再次下班 八 九